大家好,欢迎来到Tauket Talk Tauket Talk其实是一个由Rise主办的一个访谈节目 一个线上访谈节目 所以我们最主要是邀请一些小企业家的企业家们 上来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为什么他们会创业 而且还有他们在MCO的时候 在创业的这段路在他们的生意上面 MCO的一个分享会他们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怎样去overcome的这个时候的一个分享会 然后这个Tauket Talk其实是由Rise主办的 所以Rise我们是一个主要是要 我们是一个培训的一个计划 最主要的是培养时下的年轻人 给予他们训练他们拥有一个创业的技能跟知识 所以去encourage他们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去创业 这就是Rise 然后这个Tauket Talk和Rise是由City Foundation 鼓励支持的 所以感谢City Foundation的支持 所以我们才可以让这个program继续下去 然后也是可以继续的鼓励现在的年轻人一直创业 所以事不宜迟 再一次的我先欢迎我们今天的guest Lin 哈啰 你好 Lin 可以大声跟大家讲一声 哈啰 大家好 大家好 OK OK OK好 Lin 所以Lin是来自 Lin 他是founder of Lins Kitchen 所以Lins Kitchen是 现在的一个 Bintulu的一个 catering 专门是 provide一个世界 世界 不同化的美食 去给 Bintulu的customer 因为在Bintulu的话 那种好像那种比较 国际化的食物是 比较难取得的 所以Lin 因为这个 看到这个气急 然后他就开始 创造这个catering的service 所以旅人也可以 享用更加 各式各样 多元化的美食 就是 就是可以体验 不同样的美食 在那边 Lin 所以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你的 你的Lin's Kitchen 最主要是 做什么的 就是可以一个 briefing一下 最主要介绍一下 好的 在还没有介绍 我的这个Lin's Kitchen 之前 我再次谢谢你们 要请我来到Rice的这个办法 谢谢你们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要讲一些我的背景 我是一个妈妈 然后我自己本身 还没有做这个Lin's Kitchen 之前 到现在为前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 帮助老师跟父母 跟孩子跟学生 怎样建立好的 这个 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边讲 因为我怕等下你们 放到YouTube的时候 哎 这么有的人 有来上我的 怎么Lin's Kitchen 去做赤的 这个企业 好的 对 所以 我的这个Lin's Kitchen 我 最主要的 这个做的食物就是 别人没有的 我就做 特别是我 因为我在 我刚开始的时候 2015年到2019年 我是在西部开始 因为那时候因为 我先生的工作 所以我都在西部 所以那时候是在那边开始 怎么开始的呢 就是因为 朋友 觉得我的东西好吃 然后西部没有 为什么你不要放在Facebook呢 就这样的开始了 所以我 我做的主要的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 是做Bagel Bagel是在 是没有的 是很难找得到的 对 而且我是特别喜欢Bagel 然后来我就开始做 Mexican Food Mexican Food 对像Casidias KL有 在西马有 然后东马还没有 我发觉到 当我做的时候 从 三岁的孩子 到大的 到老年人都很喜欢的 做一些Mexican Food 有三种 就是Casidias Cranspred Cranspred 应该是西马也没有 对 我是上网看了 带进来 然后就 还有一个就是Casidias 都是很好吃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做 英式的Scon 所以那时候西部是没有的 Scon 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 然后 到后来 我发觉到很多的party 就没有一些Finger Food 所以我就做一些很特别的 英式的那种 外国的那种 Finger Food 所以在他们可以吃 在Birthday的时候 他们就 就请我去帮他们 设计一些Finger Food 的食物 比较特别 然后来我就进入了一些造型的馒头 我发觉到现在的人都压力好大 所以造型馒头 我能够帮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哎呀 很舒服 很开心 然后就开始做造型了 他们就要求我 你中文你不要做新年饼干 做造型了 后来我就跟每一年 比如说 明年是牛年 所以我就会做牛的这些新年饼干 就是这一类 就是跟着新年的那个生肖走 去做一个新的 不一样的造型的饼干 哇 这个是很creative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就是我就做一些 这边没有人做的我就做 然后就后来 对 因为刚刚听到你讲的食物 有一些西嘛 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听过 好像你讲的那些Mexican Food 而且那个时候 我在西部好像旅行一下 也是知道就是 这些食物会比较少听到的 其实 然后 然后你除了做这些的话 你还有做怎样的吗 就是美式 衣式 这些 还有做其他不一样的国家的食物吗 就是 就是这一些 这一些 所以好像 好像日本餐那些有吗 你有做过吗 没有 因为这边有日本 有日本餐 对对 因为我最主要是从家里开始 那时候他们鼓励我做 其实我是一路起来 而一路下来我都想说有可以经营一个吃的食物 这个企业 这个 这一个LINE 但是后来就发觉到 如果你 我就 就从家里开始了 所以本钱比较低 所以我就开始在家里面做 对对 这样通常那如果好像他们也是好像在 我觉得你的生意都是在东马嘛 像东马的人如果他们要找你的话 他们是要怎样找 就是通过只是Facebook跟Instagram还是还有其他的管道吗 嗯 没有 就是透过Facebook Facebook OK 对对对 我大部分80%的都是我不认识 他们就是透过Facebook 010 了解 010 接下来接下来 然后你就接 然后你就做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很好 嗯嗯 这是网路的力量 对对对 网路的力量 对对对对对对Digi Bùr 这东西现在是真的是很多人在就是continue在做这个 然后刚刚你讲的你2016年的时候你是怎样 这样继续下去 呃我2016到2019是在西部 嗯 OK 开始 然后后来搬来 啊 变桌路 也是刚刚来 2019 啊 中才来到变桌路 所以变桌路现在开始有我的顾客 嗯 有新的顾客 对对 像你西部的顾客 他们会来找回你吗 来 还是会 你觉得很可惜啊,还是什么? 没有,我还是有供应去西部的 OK,还是有供应去西部的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以前我们是只注重于 就是 individual 顾客 然后到现在我们就供应到 好,好,了解 这样好像你现在在丙徒乌 这样西部的话 是以这样的方式 因为据我所知,西部去 就是宾徒乌去西部其实不净耶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你是怎样去西部 你是自己运输啦,还是靠 career service 项的东西 我就是透过这个 用bus来寄 哦,bus,这样子讲的 因为我现在 之前我是做Mexican food 然后我现在是转路了做 米派,就是我刚才 你问我还有吗?我忘记了一个 这些我现在在focus的就是 OZ meat pie 因为我们这边买不到OZ meat pie OK,好 所以我就跟做有一个 欧洲很出名的米派 它的那个口味来做 嗯嗯,所以现在很受欢迎 所以我现在supply去 cafe的就是这些米派 嗯嗯,跟score 嗯,了解 OK,也是了解的 嗯,嗯 这样其实,嗯,因为今天最主要 talking talk 我们其实是想要问你 就是说,其实那时候 你讲你是妈妈嘛 然后你在家里 嗯,嗯,嗯,嗯 其实最主要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或者是感受让你想到 真正来真的是做这个事 你真的是要创业 因为做妈妈妈妈也不容易了 可是现在你还要创业哦 所以是怎样的一个动力 跟怎样的一个想法 让你想要创造这个事业 这样子 嗯,我是因为我很喜欢做吃的 OK 对,对,对 我有那个热忱想做 所以这个是维持着我 嗯,嗯 就是因为想做 enjoy 做食物给人家 所以你就直接 start out这个 business 这样的概念了 对,对,对 嗯,嗯,嗯,嗯 好,然后这样 其实so far 你刚才讲说 是2015年开始,对吗 嗯,2015年尾 尾啊,2015年尾 到现在为止 其实有什么样的 你遇到 因为我们讲创业嘛 所以遇到上上下下 这样子 所以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来这段时间 而且 然后你是讲 那时候想去面对这些困难的 嗯 嗯,刚开始的时候是 没有 没有 不认识太多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你 然后我也是 搬到西部不久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对 所以后来是透过朋友的 这个 sharing on Facebook 然后有更多 就慢慢的有更多的人 就是深刻的 就是人家介绍 介绍 refer,refer 这样子都介绍到你 对,对,对,对 还是透过Facebook 嗯,还是透过Facebook 对,对 然后就是因为我做 国外的食物的话 另外一个challenge就是 他的材料 有的材料这边找不到 所以我就要 原本地的有一些来代替 能够代替就代替 哦,就是找香精的材料去代替那个食材 有没有试过好像从西马这样转过去 还是有些东西西马买到东马买不到 没有没有 像我做的那个Mexican food 我是从最基础的东西 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从皮到内线都是自己做的 就是最原装的就对了 最原本 而且是比较健康的 没有放防腐自己的 我完全了解 都说法就是食材的问题是最大的困难 所以你就尽量是找相近的食材去代替那些 对对 好了解 这样 这样说法好像现在 因为是吗 F&B这个东西 好像现在MCO这段时间 其实对你来讲有没有影响到 现在会有 因为我现在大多数的 订阅都是从西部订阅 所以呢 巴士没有开 我认识是机部订阅 所以他们就先 pre-order OK 先 pre-order 等到巴士有开了 然后应的时候就应过去 因为我刚刚搬来丁度鲁 所以就变成有一点挑战 如果在西部的话应该是不会 因为他们可以上门来打 也是直接收拾好这样子 可是现在就不能了 现在还是不能送是吗 还是在MCO 对 在宾都鲁的咖啡我就能送 OK 所以你有宾都鲁的咖啡 对对 哇 这样还讲蛮多 那个 这样讲那个channel去 sell那些食物 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这个 换成一只kitchen 就是supply to the cafe这样的 嗯嗯 了解了解 so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 因为你讲你是妈妈 然后你又创业 其实 你不会觉得时间是一个 就是是一个困难的地方 让你去balance这两个东西吗 因为你又是妈妈 因为通常做妈妈都是 也是责任也是很大了 然后现在你在家里做这件事业 你会遇到 这一方面的困难这样子的 刚开始的时候有 然后就慢慢的调整 最主要是时间管理要管理的好 嗯 对对 嗯 好的好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come back 因为我们只有那个问题咯 之前讲的 就是 现在我们因为我们Rise是专门做 就是培养年轻人去创业的嘛 这样对于你自己来讲 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应不应该出来创业 然后 然后如果你觉得他们应该出来创业的话 然后是为什么 嗯 你鼓不鼓鼓他们出来创业 其实你作为一个现在一个小型企业家 嗯 最主要我觉得对我来说 如果是我的话啦 最主要是 嗯 这个年轻人自己本身 你有没有这个热忱要做这 你自己所要的东西 如果有的话 我还是鼓励你 啊 鼓励他们出来创业 嗯 ok了解 就是先要有热忱先 如果你有那个 就出来创业 对对对 然后你要有 有监定的 毅力 因为做每一行生意都要有毅力 哈哈哈 因为挑战蛮大 无论做什么挑战蛮大 做妈妈也是挑战很大 对对对 总之要吃得其苦啦 对嘛 嗯 吃得其苦 嗯 这样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怎样的提示呢? 现在的年轻人,你看到现在这样,除了意志力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的? 建议给他们的,就只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最主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对对,因为目前我看到好多年轻人,他们就比如说 不得这一条,很多人就开关开关,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的话,就要坚持 好,我会听你的意见,因为我也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还在找主持 好,然后,现在我会去Q&A,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 第一个问题是,他问你,你是通常在哪里学习这些国际的菜式? 就是你怎样学的? 嗯,我刚刚,我所,现在我所供应的这些食物是我有吃过 有的是没有,是因为我上了看了外国有很出名的饭店 他们做了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尝试去做 然后就给我的朋友们尝试,然后又给我的孩子们尝试 然后他们觉得很好吃,然后我才出来,才推出这个新的产品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去online看哪一个食物是很出名的,然后你先自己做 然后你在online学是吗?是通过YouTube还是? online看,对对对,所以我的饭片是全部改变了 我没有上过学校,这种学习的,烹饪的那种 就是自己去摸索,然后自己去吃 哇,这样很好吃的就是学了,吃了,然后问了人家 先ok了,然后才拿出来卖 对对对 一个SOP在那边 ok,第二个问题他们想问的就是说 Bintulu那边的当地的居民对这些美食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就是他们的响应是这样的,大多数都ok吗? 都ok,他们都蛮喜欢,因为很特别,因为本地买不到,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特别 然后吃了就觉得好好吃,所以他们没,别的资料搜不到就只有能找你了 ok,也是,所以你就好像就是赚家了,就是只是来找你了,吃什么 对对对 很好吃到生意了 这个就是做别人没有的一个好处 就是special provide 客人才会一直来一直来这样子,对吗? 嗯,对对对 接下来的问题是 so,有一个人就问你,你做给顾客那些菜式是吗? 都是你给你自己的孩子,你孩子喜欢吃先,你才开始给朋友吃啦,还是直接给朋友试吃 不知道这个是哈温的问题啦 啊,ok,ok 像Mexican food,这个Cursidia,是因为我孩子很喜欢吃 ok 因为以前我们是在辽国吃过,然后我孩子回来,他就很想念 他说妈妈,不然你就做给我吃 对对对,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然后开始做 他说,哦,就是这一个味道了 ok 他觉得很好吃,后来我就给朋友试吃 然后他们都很喜欢,他说为什么你不要拿来卖呢? ok 这样我才推出这个新的场景 ok,了解了解 就是他们吃了ok,modified,确认了 所以就给人家吃 对对对 所以最大的功劳还是我的朋友们 ok 他们给我很大的鼓励 对,朋友,我是就是在家,到家靠家人在外 就是靠朋友,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support system 在我的人生当中 嗯,OK so,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他就问说你家里的那些装备 会不会是一个挑战 就是那些器具啊,装备啊 会不会是一个挑战 外面食材 嗯,还ok 器具方面还好 然后因为之前我有做 在西部的时候我有做猪肉的 比如说在美国的Pool Park 但后来,因为我现在发觉到好多的马来朋友们 他们都很想要尝试 但是后来我就 就转向说做一些Nord Park 所以如果我要做Nord Park 那我要考虑到他们 对,所以我的这个 这些器具 这些东西都要换了 安心的 因为考虑到马来朋友他们要吃 ok,ok so,之前你就因为那样子 你考虑到老公 你就换醒了 but other than that 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啊,没有 都找得到这些材 啊,这些器具 这些器具 ok,了解了解 ok 有人问你,你刚刚讲的是巴士运输 是吗? 他是怎样的一个巴士 这个很有趣的题目 ok,我们这边有那些运输的巴士 我就透过这些巴士 然后寄过去 所以在东马的话 就是有一个特定的巴士 去转门运输啊,因为在西马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巴士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ok,ok,ok 所以他们有巴士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 然后就给他们寄过去 哇,very interesting 因为我们西马很多人都没有 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哦,ok 所以你刚刚讲说巴士运输的时候 我想象不到是怎样的巴士运输 其实 只要巴士有跑 他们就透过巴士寄过去 跟人一起 就是那个人就收了 就是那个巴士寄人的巴士 他们就会把 他们一半的货 他们是拿来换这些 我们运输的这些东西 好,了解了解 然后现在我还有看到 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想问一下你的顾客群啊 大多数是来是什么民族的 嗯,都有 都有 都有 大多数还是少数这样子都有 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是华人 然后来就有 这个 这个 不一样的 对对,不一样的 那个 然后现在也有马来人跟我 跟我买 嗯,好 interesting ok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想问你的就是 你有没有考虑过要来西马开生意啊? 没有 我问你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找拍摄还是什么 可是他就问 所以,爸没有想到要来西马啦 来做生意 没有,没有 嗯,但是我这边有人他们在西马 他们就,有过去他们就带 把我的东西带过去 嗯,自己自己吃 他们自己吃 嗯,嗯 我也是很想要吃而已 可以叫Denis带来给我吗? 哦,有啊 Denis有时候会带我的 因为我也有做雪花书 所以他也有带雪花书去分给朋友吃 哇,雪花书都有 做你的孩子 因为在check group里面有人讲 做你的孩子很有口福嘞 因为可以吃 这样的食物嘛 又要做 ok 嗯,对对 嗯,so far 嗯,等一下我再问一下 你们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题目吗? 可以打带check group 因为我们还有 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 嗯,ok 有一个问题是说 嗯,是 注意气温德他就想要问你 你对未来你的生意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吗? 嗯,啊,有啊 因为我之前是只提供给 就是individual顾客 然后后来就装 就做两方面就是 顾客跟那个cafe 就是supply给cafe 嗯,对 嗯,对 所以希望说未来是 希望有自己的品牌 特别是 哦,我现在要专注做那个 那个品牌 所以希望说 以后就有自己的品牌 然后 所以我以前有一个 就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是希望说能够做 嗯,因为我发现 以前我想创业就很难做这种cafe 因为没有人给你idea 所以又怕 所以我就觉得 哎,我希望说以后 如果能够的话 希望说能够 因为我很喜欢create 嗯,嗯 create的东西 我希望说能够 有自己的品牌 然后有自己的franchise 所以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一直出来穿业 嗯,对 哇,that is sad 即使有franchise 这样子去encourage人家 这样 对,啊,这个是我未来的plannin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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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好,祝福你 一定会有的这个 好的,谢谢 嗯,对 还有一个人问是 嗯,你的favorite dish to cook 是什么 就是你最喜欢煮的 一个,啊,最喜欢煮什么 一个favorite dish 嗯,你是说我现在 目前做的,哪里卖的吗 嗯,我觉得是 like,generally,你最喜欢 煮的一个食物是什么 我觉得不是说拿来卖 还是什么 OK,我不要喜欢西餐的东西 西餐的东西 嗯,对对对 哪一样是你的拿手小菜 西餐方面 西餐方面哪一样是我的拿手小菜 好多样呢 哈哈哈,太多样了 太多样了,我不想吃哪一个 哈哈哈,对对对 对对,嗯,对对 好,然后有一个 正问还有在问就是说 你online学,嗯,学这些 就是,呃,国际,就是不同国家的那些菜 嘛,这样,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吗 嗯,嗯,有什么要注意的 嗯,有什么要注意的 嗯,要看,要看你的菜,啊,你的这个 啊,你的这个,呃, dish 是什么 你的菜,是哪一,啊,你的那个 啊,你的那个菜色是什么 嗯,你的那个菜色是什么 然后我都常,我不会参考 只参考一个人的食谱 我都会参考很多 很多,然后再拿来 参考,再拿来参考 然后再,再改变 对对对 嗯,了解了解,所以就不只是说一个 罢了,就看一下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有什么可以拿啊 可以看很多的视频 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 Sofia问你有没有计划要跟一些公司合作 所以你可以展示你的商业 因为你刚刚说想要有自己的品牌 未来有一个计划要跟一些公司合作 所以就展示你的商业 有考虑 因为现在有几个都来问我要不要做大塔 有人接触我 所以我还在考虑 还在考虑 我觉得现在有些MCO的时间 也是很不知道未来怎样先来的 所以应该是在二个月 因为现在好多人接触我 要不要做大塔 我要投资啦 所以我还在考虑 我真的很想要吃你做的食物了 一定是很好吃的 以后Denise过去叫她带一些给你试一下 可以可以 如果我不去的话可以可以可以 I think so far 就这样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 Lin好像今天的view 应该是到这里 谢谢你 谢谢你们的邀请 谢谢 OK before我end之前 先来做一个结束一下咯 so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TALKET Talk so 刚才听完了Lin的分享过后 我希望他的分享有鼓励到你们 就是有鼓励到 有激励到大家想要出来创业的一个心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然后想给你们知道一下Rise 我们接下来其实有一个online的program 叫做Rise Online so Rise Online 其实就是最主要是online的一个program 去训练 培养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去创业 拥有创业的知识跟技能 除此之外 就算你对创业没有什么兴趣 这个online的program 也可以帮助到你未来 就是比较有多一点的skill development 这样的东西 so that你未来要找工作的时候 都有一个skill可以去support你 就是more employable 这样的一个program so 更多的详细 希望你们可以refer to rise program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说我们下一个星期一 还有另外一个talket talk 就是by 下个星期三我们有fufu from desert from fufu 在喜马的TTDI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desert shop so Jack他会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分享 然后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们很荣幸带一次很荣幸的link 去加入我们的talket talk 很感恩你的加入 然后谢谢你 真的很荣幸有邀请你 听到你这些分享 谢谢 谢谢你们的邀请 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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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感谢大家 晚安